春天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 比如说桃花 樱花 梅花 还有海棠 但是因为这些花都是粉色的 而且大小相近 很难辨别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教您如何辨别 赏花的人都在拍花 相机和手机里满是各种花的亮照 大家知道自己拍的分别是什么花吗 我要看个台字还能分得清 不看是分不清是吗 对 好像长得比较像吧 特别是那个垂丝海棠 我觉得跟桃花长得特别像 那个红色是红梅 这个是粉的 这个是不是 还是海棠 我说是海棠 分不太清 我北方来的 桃花我们那边就有 樱花也有 就没见过这个海棠花 我觉得这个海棠花好像有点像梅花 问了一圈下来 大家对这几种花都傻傻分不清楚 我们还是去找爱花的明白人吧 梅花生的花情预报员 教了我们一个绝招 一眼就能够找出梅花 古语说 变性有青枝 变桃无绿叶 就是说 梅花区别于杏树 枝条是青色的 区别于桃树 开花的时候还没有绿叶子 另外 常见的桃花花瓣比较狭长 梅花花瓣相对圆润 梅花还有独特的梅香 樱花的无论是单瓣还是虫瓣 它的树干都是带眼睛的 早期以粉色为主 虫瓣以这个淡粉色为主 海棠的最大的特点 它的花从根部开到顶部 没有特别大的树干 如果这些您还记不住 那就根据开花时间来辨别吧 一般来说 最早开放的是梅花 接下来是樱花 最后是海棠和桃花 按照花期去赏花 准不会错的 江苏城市频道为你报道